短短褒 成為藝術家是 很多小孩都期望 那艺术家真的是一件非常艱辛的一個工作 我從小學的時候 因為這個鄰居是文化館的一個美術工作者 所以我經常在他家裡看他畫 那個時候他畫的圖像都是關於文化大革命的造題 包括等等的 這些標誌性的文化符號 在我這個學習過程中有很深的印象 2002年 我有在法國巴黎的一個工作室的創作的一段集會 在一次爾蘭的奄彙調露在我的畫面中 給我產生了一種新的一個創作的思維 就用香火來進行創作 用香呢 從我這個角度來說呢 它更具有才藝 所以在這個畫面中 我正在最後點綴幾個目點 也許它就是這個樹葉飄露的感覺 這也是我在這個創作的工作中 先起稿 然後會有一張烤貝鍵用鉛筆 再用香燙來完成的 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是作品的底稿 這是第一層 看到了 這是第一層 然後這個是我在畫的第二層 這個畫面中將會在裝表之後 然後在最下面的一層 和第一層是會錯位的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錯位的陰影 這個是一件作品已經完成的 我們可以看到 在這個作品中 植入了明代的 背叉兩層笛加 所形成的山水樹木 交叉所形成的一種 自然的山水語言 它改變了在傳統繪畫中固化的一種 表現笔物的形態 用一種新的創作手法和觀念 來詮釋當代與傳統之間的關係 在這面之下 空間之下 我們的這次